有傳染病專科醫生說 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在確診 第二個星期病情可能會惡化 感染初期的治療以防止嚴重併發症為目標 美國總統特朗普入院接受治療 他看來精神不錯 但有傳染病專科醫生說 不少患者在確診第二個星期 病情先會惡化 第二星期可能七至十天左右 病者的免疫系統開始做功夫 即開始被激活 正正是最危險的時間 特朗普今年74歲 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 與特朗普同一年齡組別的新冠肺炎患者 死亡率比二十多歲的患者高90倍 而根據資料 特朗普的身高體重指標 即是BMI超過了30 屬於超重的水平 外國有文獻說 肥胖也會增加病情惡化和死亡率 年紀大和肥胖 會不會增加特朗普病情加劇的風險 曾祈欣就說要視乎他的健康狀況 而特朗普正是接受抗體療法 和服用藥物瑞德西韋 其實目標都是希望在病毒的層面 可能減低它進入到身體裏 和細胞結合 第二就是綜合病毒的毒性 第三就是避免出現了 即是他的身體出現異常過度活躍的反應 對於病毒引伸下來的情況 據說本港也有採用類似的療法 但特朗普使用的部分藥物未在香港注冊 用藥的種類上會有分別 無線電視機者梁卓音報道 本港今天新增4宗新冠肺炎病例 其中一宗屬本地感染找不到源頭 患者就讀的專業教育學院 李慧麗分校停課14天 新增的本地確診病例 患者是專業教育學院李慧麗分校 一個22歲的男學生 他上個月29日最後一天到將軍澳校舍上學 當日開始不舒服 第二天到急症室求醫 同校有二千多名師生要做檢測 學校停課14天 當然他在學校也有一點風險 如果傳播其他人的話 不過他也是回了一天管走 所以這個機會也不是很大的 但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很多個案 而且在學校來說一般我們都會謹慎一點 患者本身住在沙田翠嶺山莊第二座 當局會向居民派發樣本樽檢測 病人在潛伏期間上個月23日 曾經幫襯尖沙咀利袖商業大廈三樓的酒吧 China Secret 當局已經聯絡酒吧負責人 安排員工和相關客人做測試 防疫措施過去幾個星期逐步放寬 但過去一星期本港出現幾宗源頭不明的個案 當局認為現階段無需收緊措施 至於通關現在未是合適時機 現在其實社區都是有些隱性患者 所以如果太早是一些通關的活動 有機會就會引起再多的傳播 至於三宗輸入個案包括一個非用 另外兩人分別來自印度和英國 無線電視記者郭明欣報導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 本港仍然有多宗源頭不明的本地感染 短期內不適宜再放寬防疫措施 他又說在本港疫情受控制之前 和內地及澳門免檢疫通關的機會好味 本港第三波疫情還未斷尾 過去一個星期再有多宗本地源頭不明個案 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 顯示社區還有隱形傳播鏈 這個都比較令人擔心 還有這些個案都是反映著 它可能是一兩個星期前受感染的 這幾天亦多了人出街消費慶祝 都是要觀察一段時間才看到 有沒有相關的爆發 金輪限聚令等的防疫措施 仍然為期七日 去到接下來的星期四屆門 可不可以再獲放寬呢 許樹昌認為未是時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說 計劃給持有核酸檢測陰性 證明的內地港人免檢疫回香港 許樹昌說內地部分的省市 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本地感染 如果以健康碼離香港風險不高 但他認為短期之內 內地容許香港人免檢疫入境的機會沒有 跟內地省市和澳門 我相信他們都有個要求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有外地的入口個案確診 這應該是雙方面的商討 所以我相信如果香港可以做到一段時間 是零確診 特別是少些是源頭不明個案 那條件就會好一點 他又說天氣開始轉涼 病毒或者會較夏天的時候更活躍 加上即將踏入冬季流感高峰期 呼籲市民要做好戴口罩等的防疫措施 無線電視機者梁卓欣不得 又是一會兒回來會報道 管浩銘評論陳同佳再提出安排去台灣自首 是否因為潘曉榮的媽媽近期接受訪問 運輸署為的士和兆巴司機提供新一輪的免費檢測 但反應冷淡 回到新聞時間 台灣10人按疑犯陳同佳說會到台灣自首 一直協助她的香港性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銘說 台灣律師星期一會與有關法律部門商討 台方說為這宗案件成立的單一聯繫窗口 至今未收到明確回覆 涉嫌在台灣實害女友潘曉榮的陳同佳 星期五透過香港性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銘 發放電話錄音 說會請律師安排去到台灣自首 管浩銘下午見記者 說不評論陳同佳這次決定 與潘曉榮媽媽近期接受訪問是否有關 即是說赴台問題交給台灣律師安排 我其實一直都希望死者能夠得到安息 生者即同佳可以有改革自身的機會 雙方的家庭都能夠重新的生活 我想台灣律師星期一會與有關的台灣法律部門 去談這些問題 好嗎?有最後一部消息我再告訴大家 好嗎? 好嗎? 謝謝大家 總之等台灣律師去搞 因為法律的問題我真的答不到大家 謝謝大家 台灣陸委會就事件回應說 早在去年10月 已經受案件設立單一聯繫窗口 也已經請香港當局知會陳同佳 但至今仍未收到明確回覆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質疑 聯繫窗口並不是官方 和據法律效力的安排 我覺得是政治多過法律 因為台灣方面應該清楚了解到 香港因為修例失敗之後 是沒有任何法律基礎的安排 到今天為止 仍然是說一些民所未聞 聽所未聽過的一些術語 他們是關心政治效果 多過張顯司法公義 負責案件的市林地檢署說 只要陳同佳現身即依法逮捕偵辦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說 防疫期間若果有疑犯投案 抵台之後要先送到收容所檢疫14天 母親電視記者 劉俊玉報導 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成立的基金 申請司法覆核 要求教育局公開行為失當教師的資料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強調 局風一向按程序處理教師投訴 梁振英的803基金向法院申請 要求下令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披露被裁定行為失當教師的名字 任教學校和案件細節 她強調教育局一直跟逐程序處理教師投訴 認為現有機制已經有足夠保障 都會是根據程序去做 亦都會務求達到不枉不重 而在聘請程序裏面 我們都有要求學校 是要去我們那裏做一個查詢 即是看看這個老師 譬如第一 他是不是一個註冊的老師 第二 過往有沒有一些牽涉到一些個案 還有現在有沒有一些個案是做一個調查的 她說教育局以發警告信等形式處理投訴 是希望給機會教師改善工作 梁振英不認同 他又說家長有知情權和選擇權 教育局應該公開資料 750萬人被蒙在鼓內 沒有人事 家長絕對有選擇學校的權利 大家都知道家長間的學校是非常非常重視 我們不能只是從教育局或學校或老師角度看 我們辦教育不是為了為教師提供就業機會 辦教育是為了我們下一代的正當的正常的成長 梁振英認為在考慮教師私隱的同時 亦都需要平衡公眾利益 無線電視記者 閃至報導 運輸署即日起為的士和公共小巴司機 提供新一輪免費的新冠病毒檢測 有的士司機公會代表認為 政府應該強制職業司機做病毒檢測 九龍塘公共交匯處是全港14個派發和收集點之一 工作人員貼告示提醒司機派發檢測套裝的位置 的士和小巴司機出事有效司機證就可以領取 開始頭一個多鐘都未見踴躍 我們每天開工都沒那麼多時間 你今天驗了有沒有事 明天呢 後天呢 難道我每天來 所以現在你就算拿檢測包也沒用 另一個在油麻地停車場的派發點 負責人說整個早上都沒有人來拿檢測包 當局呼籲司機積極參與 希望做多一點測試 特別在高危群組 這個是定期的 當然也希望大家一起幫忙宣傳一下 我們一言再而三 希望能夠比較強迫性 應該就是所有的職業司機都作出一個檢測 起碼保障自己 保障大家 運輸署說兩輪檢測各為期兩個星期 第一輪由即日開始到10月16號 第二輪就會由10月27號開始 7月中 當局為的士和小巴從業員做過檢測 當時有大約16000個樣本 有11個呈陽性 無線電視機仔 鄧杰營 報導 印度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突破10萬 佔全球總數近一成 僅次於美國和巴西 而單日新增確診人數接近8萬 累計超過640萬人染病 上個月的疫情最為嚴重 新增和死亡病例都是全球之棍 不過衛生部門強調印度的新冠肺炎死亡率 只是1.56% 應用抗疫成功 東局計劃進一步重啟經濟 計劃今個月15號重開戲院和遊樂園 但會限制入場的人數 澳洲墨爾本不少民眾趁天氣回暖 無視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去到沙灘玩 南半球的澳洲即將報入夏天 當地記者星期五在沙灘採訪時 身後有大批民眾聚集 大部份人都沒有戴口罩 亦沒有遵守五人的限聚令 和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州長安德老師批評 民眾在沙灘的行為不可接受 呼籲大家不要白費近幾個月以來的抗疫努力 維多利亞州單日再多8人確診 累計超過2萬人染病 及7月疫情高峰期時 單日新增超過700宗病例 帶有改善 墨爾本早前一度實施最嚴格的防疫限制 上個月底開始逐漸放寬 趁西蘭大選開始提前投票 總理阿德恩和他的伴侶蓋福德 上午到奧克蘭一個票站投票 他們兩個都未有戴上口罩 票站加強防疫措施 要求選民保持社交距離和消毒雙手 阿德恩的對手 國家黨領袖柯林斯 亦都在今日提前投票 大選今個月17日舉行 全國今日開始開放450個票站 讓選民提早投票 今次大選除了是選出生一任的總理 亦都會就消閒大麻和安樂死合法化進行公投 阿德恩因為及時採取措施 壓止新冠肺炎疫情民望高企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他領導的工黨支持到較國家黨多12個百分點 又是一會兒回來會報道 全國各地加強巡查警區 發現不少的消防設備都有問題 台灣試驗自動駕駛巴士 希望填補凌晨時段的司機人手 大家好 回到新聞時間 山西太原市一個冰雕館 在十一黃金周首日的火災 造成13人死亡 全國各地加強巡查警區 發現不少的消防設備都有問題 在十一假期期間 不少的遊客損殺到郊外游覽 但秋天天氣乾燥容易發生火災 江西、青海等地的消防救援隊伍 造成多支巡邏隊到山林巡邏 製制吸煙、燒烤等等 擅自在野外用明火的行為 警區亦有廣播呼籲遊客注意安全 各位遊客警區內沿浸煙火 禁止煙煙 求物攜帶火種進入警區 當局地都加強巡查 以木材建築為主的宗教場所 古城等等的警區 在江蘇南京一間廟宇 消防監督員在檢查消防設備期間 發現疏散指示不夠清晰 監督員也到北京玄冥縣 河北寒丹照黃印象城檢查 發現警區多處滅火器材不足 又測試了消防山的水壓 並調查員工是否懂得操作消防器材 另外文化和旅遊報星期五 召開緊急電視電話會議 強調全國文化和旅遊系統 要深刻吸取山西省太原市 台台山景區火災的教訓 防止各類事故發生 並決定星期六開始再派出7個工作組 到全國重點地區進行檢查指導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解放軍火箭軍在國慶中秋期間演習 中央電視台報導 火箭軍巡航道第一旅 無以緊急出動 前往預定地域 途中遇到敵方無人機偵察 冠兵隨即為導彈發射車 蓋上偽裝網應對 隨後車隊也接受多個特發情況考驗 入夜後車隊佔領發射陣地 進行發射前準備工作 並完成對目標的無以火力打擊 大央視以資料畫面取代發射畫面 報導又說官兵做到快打快撤 意味在實戰能夠有效地保存戰車 做到部隊多次火力打擊 廣東海警倒破一個越港偷渡集團 廣東海警星期二展開聯合行動 在散尾中山等地拉了十二人 包括七個偷渡者和五個涉嫌組織運送者 公安說那個偷渡集團長期活躍在越港等地 採取螞蟻搬家的方式 利用快艇在越東沿海地區組織偷渡者出境 警方又說那個集團組織嚴密 分工明確活動頻繁 東局說今次的行動切斷了兩條海上運輸通道 保持越港海域的安全穩定 而案件還在調查中 在台灣多個院市試驗自動駕駛巴士 對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 巴士司機鬆開軚盤開車不是危險駕駛 而是測試自動駕駛 台北市和科技公司合作 籌惑夜間自動駕駛巴士 希望填補凌晨時段的司機人手 經過七個月的測試和準備 近日開放給公眾預約免費承擔 有六條路線 服務時間由凌晨十二點半到兩點半 巴士會在現有的專用車道行走 車上有操作員監察行車狀況 車上內亦有攝影系統 如果出現乘客跌倒等事故 會向管理中心發出警示 台北在發展自駕車有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公車轉用到 它那條主要是公車在用 而且是固定的路線 目前在自駕車 尤其在要推動巴士的自駕車 我們把它享用是虛擬軌道 所以說這個地圖 你把它享用說 它就是車要依旋的軌道走 新北市政府也在新開發的 淡水新市鎮測試自駕巴士 正進行來回大約1.2公里的測試距離 為安全理由 目前使用專屬車道 將持續搜集數據 擴大服務範圍 自動駕駛技術涉及5G 人工智能和高精密度地圖等技術 一比認為有龐大商機 交通部話會積極推動 也希望能夠用來解決 包括偏僻地區交通資源不足的問題 無線電視出台灣記者歐國強報導 台灣當局說解放軍運8反潛機 今天進入台灣西南空域 另外台灣傳媒報導 解放軍軍艦昨天一度駛近花蓮外海 台灣中央社引述軍方消息人士說 繼前日解放軍運8反潛機 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之後 昨天解放軍軍艦也出現在花蓮外海 距離台灣只有30海里 今天已經往北航行 台灣的國防部發言人說 對於台海周邊海空相關動態 軍方已經運用聯合情監禁作為 都能夠充分掌握並及時應對 目前的狀況正常 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會報導 今屆十大結晶有7個人當選 一會兒聽下得獎者的感受 南極的科研人員下個月就會換班 他們都做足防疫措施 不希望病毒蔓延到南極 回來生物時間 同軍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和訓練 疫情下他們都需要減少集體活動 轉到網上 一起看看他們遇到甚麼困難 同軍勇敢不怕難 上山下海都沒有問題 但疫情就為他們帶來新挑戰 年初疫情初期同軍訓練就已經暫停 這班領袖嘗試轉型 發現原來做網紅並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平時我們做實體訓練班 就不需要處理這些東西 我們不是很習慣看鏡頭 我們可能要做一些設定 怎樣令到那個講者去看 其實是告訴學員我們是在看你的 可能要做一些手腳 新常態之下地圖閱讀 追蹤符號到成結訓練 都可以在網上學習 同軍在香港有110年的歷史 總會認為今年是新理程 單單一個成結訓練班 我們有兩萬人瀏覽過 雖然你說有個影響 但是因為疫情底下 也多了人更了解我們的同軍 我們的同軍成員 更集中在我們網上學習 對我們其實也另外有個啟發 隨著近日疫情緩和 成年的同軍成員 可以恢復面秀訓練 我們是網友 現在變成實體的朋友 真是太開心 線下第一次見面 一班領袖逐一自我介紹 面對面上課 領袖就可以一起玩 感化落散這些集體遊戲 了解下將來帶同軍成員 的時候要注意的地方 這些是網上課程 沒有辦法取代的體驗 無線電視記者 郭榮恩報導 葵聰村上個月發生一宗 懷疑媽媽因為照顧壓力過大 而勒死去致障的兒子的倫常慘案 有照顧者說 他們很理解作為媽媽的壓力來源 希望政府派專人跟進他們的情況 幫助一班弱能人士和他們的照顧者 在社區生活 陳太有一個患有嚴重弱智 24歲的女兒 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有所緩和 地區支援中心恢復日間服務 陳太這一日去接女兒 陳卓林 哈咯 回來啦 你又玩口水 玩到腹全濕了 說我回來 現行政策下 特殊學校提供12年免費寄宿教育 一般在18歲便要畢業 特別個案在21歲的時候 別一定要離校 好強勇 好強勇 喬林自2018年 從特殊學校畢業之後 轉由社會福利處更進 但严重弱智人士宿舍 轮后时间平均长达近14年 在这段轮后期间 陈太太现在只可以靠地区支援中心的协助 她说来不来又会哭 就算我洗碗 我都要来探望她 你哭什么啊 自己洗澡 没有人理她 她就会伤害自己 做伤害自己的事 做什么 做什么 叫了这么大声 又打我 又打我 我又很想她放下几个小时 对我来说舒缓很大 不放下我自己家照顾 我就觉得很辛苦 经常说忍一日忍一日快忍一日 我也不知道忍到何时会爆波 我也不知道 言行安排之下 参与不同服务的个案 会由不同的社工跟进 陈太太认为照顾者需要情绪 经济等各方面的支援 如果能够由一位社工担任个案经理 从头到尾跟进一个家庭的情况 可以舒缓照顾者的压力 去到某个阶段是需要什么服务呢 有一个社工跟进去 就不用照顾者又重新讲一次 又重新来多次 又重新给他适应一次 起床啊小姐 这个案经理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是站在服务使用者的角度 去想他的需要 然后在社区找一些服务 然后帮他安排 这些资讯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所以有一个个案经理 就是有个导航员 有一个保姆 去用你需要的角度去为你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陈泳琪报道 香港外户动物协会主席关家荣说 本港现时虐待动物的法例 检控门栏过高 执法部门又欠缺专家支援 促请政府尽快改善 深井豪景花园 早前有动物怀疑 被人从高处扔下来 律政司早前决定不提控 外协主席关家荣在电台节目说 每年收到大约900宗 虐待动物的投诉 但由于检控门栏高 只可以将大约60宗 交给警方跟进 又说现时防止虐待动物条例 是着重事后惩罚 而不是事前防止 政府应该尽快修订 建议政府设立咨询机构 被执法部门提控的时候 可以考虑动物的身心福利等情况 有建议律政司成立小组 专责检控涉及虐待动物的罪行 有团体调查发现以佳招出租 劏房单位的人 两成六都是地产中介 葵冲劏房居民大联盟8至9月 在葵冲区收集42张 劏房出租单位的佳招 成功联络32张佳招出租单位人士 发现两成六都是地产中介 当中过半数说 会收取租户两个月的按金 容易造成基层家庭沉重负担 另外有11个租盘已经租出 但仍然将贴介招 联盟认为调查反映区内租务市场资讯透明度低 建议当局加强中介和招租宣传的透明度 并监管中介招租时需要列明身份 要求租金和按金费用等的重要资料 今届十大劫出青年选举 选出七个得奖人 五个是来自文化演艺和体坛 另外两个是医生 萧凯恩出世之后三个月失去市力 凭努力和家人支持 成为中文大学音乐系首个视障毕业生 并且考获英国圣三一学院的声乐和钢琴剑奏纽级 她即刻演唱自己的作品 为医护人员打气 萧凯恩希望将来能够开设无障碍音乐学校 协助产疾人士学音乐 例如英国 他们有一些点字图书馆全部都是点字谱 希望在那里可以效果到他们那种学习情况 可以将教材可以带到香港 令香港的视障人士和残疾人士都可以受惠 欧凯凯曾经54次打破香港游泳纪录 至今保持12项 他拿到东京奥运资格 但因为疫情押后 他鼓励香港人在疫境中继续前行 疫情全球蔓延 其实香港人都觉得很累 我在运动中学习到的是 面对目标和理想要一种不放弃的信念 希望我们运动员的坚持不懈 能够鼓励香港在疫境之中继续向前行 这家另外五名杰青友两位医生 吴家榮14岁的时候患上骨癌 之后要截肢 他立志成为医生 希望和残疾人士一起奋斗 疑伙医生曹敏仪 和团队研发一套评估系统 协助识别身体障碍儿童 得奖的还有世界智力运动会得到 铜牌的象棋老师周世杰 接纸艺术家陈柏熙 歌手荣祖宜就透过片段 港得奖感受 今年是第48届十大结出青年选举 原定12月头举行的颁奖礼 受疫情影响取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